Hello,我是Kelvin,歡迎回來Kelvin Lo說投資 今集是真期權教室第14集,實戰篇 指數期權以小博大,零成本一萬賺一萬 先說聲不好意思,這次真的做了標題檔 零成本不代表零風險,也不代表零按金 我之前說過做Long是追求爆發力 要說到爆發力最大的一刻,一定是結算前一晚 今次要示範的倉位就是2020年1月29日收市前 正正是1月30日結算日的前一天 先交代當時的情況,期指正在做27138點 當時的IV是21.11 當時受疫情影響,由近兩個星期高位29,跌了差不多2000點 結算日再跌的機會也挺大 我做的倉位就是 一張恒指的long put 2688點,add 39點 兩張恒指的short put 2668點,add 20點 那你20點乘2,減3,9,就收期權金1點 當時的按金大約是20,000至30,000左右 對呀,我又用Rezo規格 不使用Rezo規格是做不到零成本的 但如果不想冒風險的話 就這樣做一拖一 給19點的debit put規格也沒問題 用19點去博181點,也超過9倍的回報 可以看一看圖 如果結算日的期指結算價格 跌穿26800點,開始賺 到26600點,就賺最多201點 即是標題說的1萬,賺1萬 跌穿26399,開始輸 每低1點就輸50元 而現在這個26399是底線 究竟是否安全呢 如果由恒指27138點 跌到26399點 就要跌739點 我之前用python寫一個program 去拿近十年的恒指收市價 再用一個簡單的formular 看看究竟有多少天跌超過800點 在近2000個交易日的收市價計 比上一天的收市價跌超過800點的有12天 其中9天跌800至1000點 跌得最多那天是2015年7月8日,跌1458點 就這樣很簡單地計算的機會率 就少於1%會跌穿26399點 還有一樣東西要take into account 就是期指結算價是拿恒指每5分鐘的平均數 相對是較低的機會會大跌 因為如果你低開,但未試反彈 又或者去平開,中途急跌 那個平均數都會拉高一點點 即是我說這麼多,很糟糕的 你做小張sopput,給20點出來 就不用擔心那麼多 結算日,2020年1月30日發生什麼事? 開始27,030點,最高到27,134點 但之後就開始向下調整 最低到26,330點,收市26,449點 其主結算價是26,660點 那兩張sopput就變費指 Longput就入價140點 我這個零成本的RatialSpec就賺了7000元 如果你選回報率的話是無限的 因為任何東西除靈都是無限的 如果不做Ratial的 我當選回報率的話 回報率也有6倍,20點贏120點 當然,做這套耳小博大的話 很多時候都沒有這次那麼順利 多數連Longput都入不了價 當然就只有吉 而且經過肺炎這一役之後 恆子的波動性大很多 令到這套RatialSpec的風險大增 今天是3月27日星期五 剛好又是結算日前的交易日 我們來試試做一套展示的RatialSpec 因為是星期五 就變成兩件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一來現在不是一萬賺一萬 是要三萬才賺一萬 二來時間值多了 我就可以做相距四百點的Spread 變成三萬賺兩萬 我們來回IP的介面 首先看回Maintainance Margin 現在是五十一萬七 達五十四元 記得記住 然後我們去回Option Trader 我們選擇HSI 恆子 現在是一張Pretail 我們可以做一張Pretail 一張Pretail 一張Pretail 二萬二千四百點 和二張Pretail 二萬二千四百點 我們先Pretail 一張Pretail 一張Pretail 再慢慢推上去 現在我們做一個sort 22400 sort也是可以先調一個 調高的 點數 再慢慢推上去 這裡先設定兩張 先調高一點點數 兩張已經掛在這裡 我們先推上去 由於這個是demo account 變成了數據有延遲 如果不是的話 就可以自己 看看旁邊的bit ask 再慢慢推上去 我這裡一直兩點兩點的推 他真的很延遲 推極都 還未成功 算了 我的market算了 OK 成了 然後這裡sort兩張 又是慢慢地 拉下去 那我就逐點逐點 拉下去 我們可以把我們串到 去旁邊的 我們會不會再進去 去世子 我們會不會再進去 去旁邊的 我會不會再進去 去旁邊的 去旁邊的 東西 我會不會再進去 成了一張 不用了 第二張也成了 一張Long做了83點 兩張Pud做了40點 現在我們再看看孖展 孖展升到523824 這次我們做了一張 恆子Long做了2288點 兩張恆子SortPud 22400點 成本變成3點 某程度上因為我用Demo帳戶急著做 如果實際情況你慢慢拉句的話 應該可以做到不用期權金 按金是22,070元 打和點就落到22,000點 現在期指大約23,500 即是下星期一要跌15,000點才開始輸 這裡想說多一件事 如果用結算價計 因為期指要在22,800點至22,000點結算 這樣才會贏 但實際是不一定要等結算 你還有一天可以在結算當日平倉 我當下星期指是22,900點 那將LongPud22,800點 雖然不入價 但它還有大約20點至30點的時間值 只能平倉平倉 只能平倉LongPud22,800點 賺到20,30點就當安慰獎了 暫時分享到這裡 我下星期一再回來看看結果 最後再說一次 這只是分享沒有任何投資建議 自己投資自己負責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